来 验朝晨 我来了 你先这边坐 我帮你到底喝的 好 妈 给她来杯红豆奶茶吧 好的 那先喝水吧 谢谢 这个是什么 这些是吴教授生前的一些研究笔记 李翔为他出一本书 我待会就要送到出版社去了 请喝奶茶吧 谢谢阿姨 吴教授叫吴天明 对啊 怎么了 你认识他呀 我年轻的时候 也认识一个 同名同姓的大学教授 他也叫吴天明 是加美大学的吗 是啊 那就是我的恩师吴教授啊 那给高远寿他们 捐赠器官的是他 对 妈 妈你怎么了 阿姨 请问一下 您跟我的恩师是怎么认识的 我以前在医院里做护士 吴教授的妹妹 来医院住院 吴教授就天天往医院跑 所以就认识了 刚才听你们说 说吴教授去世了 所以才觉得特别吃惊 我才觉得吃惊呢 妈 原来你认识吴教授啊 那他 吴教授的墓在哪儿 我想过去看一看 在青山公墓 二百九十八号 青山公墓 妈 那不就是 你每年都会去的那个地方吗 给谁走 你父亲 不 是我的一个朋友 妈 那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吧 吴教授 别想到我们以这种形式再见 早知道 我会去看望你的 一辰 你也跟吴教授说句话吧 吴教授 谢谢你 捐责你的器官 救了我几个朋友 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可惜 我没有在你活着的时候认识你 所以 我要代替安亦菲 和小倩 还有 高远树 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 希望你在那个世界 也可以开开心心的 妈 我们走吧 你先走吧 我还要去给朋友扫墓 你到林园外面等我 那我先走了 我乱 charging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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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你了 你现在在那个世界 不孤单了吧 吴天明去世了 我很后悔 回到明海 我没有让雨晨去看他 要是见到雨晨 也许 就没有遗憾了 雨晨 妈 我刚刚看到一个老头 他长得好吓人呢 我刚看见了 大白天的别怕 我们回去吧 妈 你是不是跟那个吴教授很熟悉啊 不是很熟 也就是认识 只是护士和病人家属的关系 可是上次你听到吴天明三个字 你的反应好像很震惊 你们的关系很好吗 对啊 那几年他每天往医院跑 所以比其他病人熟悉一些 哦 原来是这样 妈 那这些年 你没有再婚 是不是跟吴教授有什么关系啊 你说什么呢 你要再说下去 妈可要生气了啊 这孩子 对不起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出去一下 远硕 你不能走 太太特意分布 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你就找我了 说一说吧 除了想到了黑玫瑰 还想到什么 我感觉到 我被关在一个黑屋子里面 他们对了 对我下了狠手 而且那个人 好像跟我有一样的能力 什么 难道除了你们几个 还有其他的基因变异者 但这怎么可能 你不是跟我说 只有接触菌种的人 才会产生基因变异 不 我现在开始怀疑 早在二十多年前 因为对菌种的研究 就已经出现了 第一批基因变异者 这其中 很有可能 包括吴教授的妹妹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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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她早就已经过世了 她的心脏移植给了我 其实我是一个先天性 心脏病患者 她救了我 就如同吴教授救了你一样 所以之前我没有那么强烈的心灵感应 是不是这样 是的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通 你所为的那些基因变异者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我对你的血液又重新做了研究 我发现在你被绑架的这段时间 很有可能被人抽了骨髓 好 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啊 妈有点累了 你先去休息 我去做饭 好 小心啊 你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 我让你什么都不干 只是要你看着我儿子 你怎么都看不住呢 我 我怎么也忙不住 我跟你说 我儿子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非把你炒鱿鱼不可 干活去吧 别在这儿烦我了 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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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去了 妈妈打了无数次电话 你怎么都不接呢 你把妈妈急死了你 好了 妈妈 别担心我 我没什么事 允叔 你脸色不太好 我休息一下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吧 不用了 因为你的血液让一江翻死而复生 这说明 菌种里的活性物质 已经被你的身体接受 所以 那些得不到菌种的人 就开始打你的主意了 但是我不懂 你说我的身体里面有活性因子 但是我为什么不能自我救治 为什么我的生命就只有半年 这就好比是 人参 灵智里含有的活性成分 对人类有效 可是 对他们自身却不一定起作用 人数 遗在明遗在暗 千万要小心 到底是谁消息恨我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高远树的事 你又见到他了吗 他跟我碰面说 他想起了更多 失踪期间的事 他想起什么 他说 他好像被关在一个黑乎乎的房间里 里面除了有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以外 他好像还跟人动了手 那个人还有超能力 所以我怀疑 应该还有其他的基因变异者 那他还记得那个人的样子吗 都是些记忆碎片 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 或许是他的幻想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其他的基因变异者存在的话 那一定跟吴凡教授的早年研究有关 吴凡 对 所以我要去查一查 吴凡当时的详细研究记录 少飞 怎么样了 你指什么 你的手 没事了 看来高远术真的可以代替君主 我以为你跟他是朋友 取他的骨髓又不会害他的性命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你毁坏了君主 我还会打他的主意吗 而且绑架他的人 是你又不是我 你别拿我们当当剑台了 你我都知道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好好好 可毕竟我们已经达成了合作意向 下面你打算怎么办 你该去问叶秋野 他不会告诉我的 那你确定我会告诉你 少飞 你其实对他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尊重 我有种预感 他不是一个好合作的人 而你和我 才可能是真正的战略同盟伙伴 你对你的员工 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了解 少飞 我想提醒你 高远叔的记忆没有完全被消除 他已经开始想起一些事情了 害怕了 你快想想如何善后吧 我只希望这件事情 你不要把我扯进来 百合花 哪儿来的 我带回来的 您出去了 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见见阳光 不是不能见阳光吗 既然证明高远叔的骨髓有效 今天见到的太阳 就算是他送给我的一份礼物吧 好 那我再去把高远叔抓来 不急 再多样几天 有他身体各项指标 恢复到正常值再说吧 我担心夜长梦多 燕超辰说 高远叔已经开始恢复记忆了 恢复记忆 这高远叔真不简单 在这么强烈的刺激下 还能恢复记忆 他记忆了什么 可能只是一些记忆碎片 燕超辰也没有详细说 是燕超辰告诉你的 他只是怕被高远叔想起来 给他添麻烦而已 不用慌 只是记忆碎片而已 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高远叔是关键 那我再在实验室待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怎么了 你不是一直讨厌陪我待在这个阴暗的地下室吗 为什么现在不想在实验室了 我明白了少飞 你动了烦心了 如果拿到高远叔的骨髓 你能治好燕超辰的蛇灵吗 看吧 高远叔好歹也算他半个朋友 他能出卖朋友 我不知道能不能跟这个人合作 不 高远叔是他的敌人 青帝 青帝 难怪他对高远叔毫无怜悯 这时你还是得继续待下去 我们之中 总得有个人天天见到太阳吧 没有 没有 地他就算公司 沸镜了 没有 迁 开门 江帆 你给我开门 来了来了来了 干吗呀 江帆呢 在里面呢 臭小子 江帆 你什么意思啊 你干吗呀你 我干吗 你什么意思啊 松手 怎么了怎么了 好好说 吵什么呀 我不跟他吵 你以为他都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当然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呀 不就是跟小齐走得比较亲吗 走得近 你告诉我你还想走多久 叶江帆 你信不信我宰了你 你傻呀 这种话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危险了 你 想看我再赴我一次吗 行 叶江帆你有种 打不死的小强 我即便弄不死 你以为我传你也是你 好了 还跟小齐那是合作关系 你别搞这么紧张 谁跟你说我和小齐只是合作关系 我也很喜欢小齐 你脱辣干练的个性啊 江帆 我都不耐烦了啊你 你什么后啊你 你让他过来 过来 你行业江帆 你行业江帆 就算我们打得两败俱伤 你好得也比我困 但我可不是怕你了 我说拿你当兄弟 以后我们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听见没 行 全听你的 小倩呀 太强了 我这叫英雄不吃眼前亏 小齐 小齐是我真心喜欢的女孩 我知道前一段我们闹得有点过分了 不然是我也不会把她让给你 你不是当众宣布你喜欢安安吗 安安她跟经理是一段 我那是替她们打掩护了 所以说何小倩 你脑袋是被门挤了被驴踢了 还是说你一出生就没大脑吧 你为别人幸福牺牲自己的女朋友 你觉得实吗 你告诉我怎么办 不知道 不知道你问我 你觉得别人说 我说要你觉她们 我突然看了 你突然感觉 不会对不起 什么 你本身的男人 台试